这就是一场让世人领教 什么叫战术无敌的颠缩无战 曾在太平洋上将日本老打到满地找牙的美其一师 在数个小时的炮火覆盖后 以营级为单位 同时向志愿军多个连级防守的山头发起猛攻 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整整打了一天 多出一个营打一个连的战斗 竟然没有一个阵地取得进展 反而还被志愿军打残一个影 数路大军中唯一有点战绩的 只能算是他们的穿插队伍迈克特前队 他们还在嚣张跋扈的一路向北 一天竟然走了一半的路程 而就在此时 草丛里却露出了几双猫头鹰一样的眼睛 那么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个怎样的命运呢 这场巅峰的大战 又是如何将老美的王牌美其一师打回老家的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英雄辈出的一股穿阻击战 究竟有多震撼吧 请在评论区谈个笑脸 开心一整天 谢谢大家 前面我们讲到 每三十的十五团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整整打了四天 被打残一个营后 终于登上了天德山 西面的大王牌 骑兵一师 也是火力全开 三陆大军同时向着各自的目标发起狂攻 左翼的齐武团进攻的目标是 13-94-15团的阵地 右翼的齐齐团与希腊营在美三师的配合下 清扫天德山以西的山景 麦克特遣队的几十辆坦克在第十六侦察连的掩护下 向北穿插 1951年10月3日 当大家还沉浸在国庆的喜悦之中时 半岛的中部 一群最可爱的人 却迎来了另一类欢景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出现在航母的上空时 上百架战机就迫不及待的全部升空 随着B-26的舱门栩栩打开 密集的弹雨从天而降 原本翠绿的丛林 瞬间就升起了树团暗红的烈焰 树轮翻炸后 整个山林白雾缭绕 犹如进入了人间仙境 一个小时不到 美军硬是在一股川的南部 投下了数万枚重型炸弹与燃烧弹 紧接着 树鹿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 同时发起进攻 右翼的七七团与希腊营的目标是 334与418高地 可当他们行进到山脚时 就碰到了一颗硬钉子 两个高地的中间 有一个出前阵地 318.2高地 当时防守在这里的是 422团一营的一连 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个连 他们虽然加入队伍的时间不长 可到了战场上 个个都是骁勇善战 尤其是防守在312.8高地前沿的三排 更是战神下凡 一个不到50人的队伍 七一师七团的二营 与一个希腊营 在这里左右夹击 整整打了两天 不仅千年阵地都没拿下 反而将二营打废了 无奈之下 七一师师长霍巴特 只能将预备队七八团引落了上来 也就是说 从3号这天起 四二团 一个团将要面对七七团 七八团与美三师的15团 还有一个希腊营 外加一个飞营 光是兵力比就达到了1比4 10月3日 一大早 老美的空军就提前上班 树架B-26低空掠过后 雨点般的航弹从天而降 残破的阵地 再次升起了树团暗黑的烈焰 密集的弹雨 整整持续了数个钟 随着炮声越来越息 战士们也握着美式M34灯 熟练地钻出防炮攻势 他们帮战友扑灭身上的火焰后 都快速回到了各自的阵地 接近疯狂的美军 竟然连试探性进攻都免了 首次进攻就直接动用了一个步兵营 那么 三排的战士们 能守得住阵地吗 他们又是如何打出一个 一人歼敌94人的神奇战绩呢 请看下集 312.8高地之战一 战神出击